現在會教大家如何檢查功課和相應時間 我們去到設計表格的版面 然後按回覆 你見到我這份功課有15個人回覆 你可以在摘要看見每題的分佈 答對答錯多少 可以很詳細的分析 另外你可以個別想看每一題問題 例如這題,大家答成怎樣 原來有三個人答對,很多人都答錯 答錯了,可能我就要針對這個去做一個解釋 好了,然後就可以看看個人 例如同學生的表現 特別是這裡會出現一個發放得分的期 如果當你們選擇功課時是即時發放答案 其實它就會登記日期 好了,那 就是這裡 好了 設定裡面的測驗 每次提交後立即發放 這樣就會回覆日期 好了,那當然啦 如果譬如我15人交了 逐個逐個看都更好 如果想大班看怎麼辦呢 就按上面這個圖案 因為我之前開過 這個表 所以正常呢,如果你按完這個之後 它會問你 按不按按鍵 就是看不看新表格 你這樣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了,然後你就看到 哦 哪個交了 多少分 幾時交 他看到了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檢查到 如何去到知道學生的答案 以及時間的方法 好了 好了